经常念经的人 你会在你的身体上会涌现出一种光芒 当你有光芒的时候 那么菩萨就很容易帮助你了 因为你走到哪里 有一团光到哪里 那么当菩萨在天上 或者护法神看到你 周围的环境都是黑的 很倒霉很糟糕的时候 菩萨就直接把你这个光给照住 那么就是我们所讲的金刚照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修心的人稀里糊涂了 晚上太晚了 在马路上明明有个节过来 三六九 一个车子过来就撞不到他 所以师父就是告诉你们 一个人修心能够修到光芒出来 那么这个人实际上呢 就是功德无量 如果一个人能够修从黄光出来 黄光其实就是金光 这个人是忍辱功德 对一个人能够忍耐的人 他这个功德很大 你看忍耐的人得平安 你们知道吗 是还能给你们说的那些东西 那个人